陆委会负责人邱泰三近日声称 过去马英九主张的所谓两岸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已不足 两岸应相互承认主权 请问班爷人对此有何评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 但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 民进党当局一些政客 出于政治本性和一党私利 肆意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妄图进一步升级两国论 是赤裸裸的挑衅和冒进 民进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呢 是包藏祸心极度危险的政治图谋 严重危害了广大台湾同胞的第一福祉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不要误判形式打错算盘 更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针对金门小三通何时重启 陆委会主委邱太三近日表示 双方要有一个弹性调整机制 彼此要有默契避免突然中断引发不必要的误会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 疫情发生以来呢 我们对台湾同胞来大陆呢 是没有采取任何的限制的措施 只是呢出于维护台湾同胞自身 和相关其他人员的健康安全需要 采取了一些科学必要的疫情防控措施 那么那两岸人员往来的中断是谁造成的呢 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是民进党当局 小三通呢是两岸 特别是敏台民众这个往来交流 最重要最便捷的一个渠道 一个通道 两岸居民的都希望早一点能够恢复小三通 希望民进党当局呢 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的事 而不是千方百计的限制阻挠和破坏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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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